大家好,我是星星 剛才我去買魚 經常想買一條蒼魚回來 星氏汁 又是買不到的 又是只剩下芒草 我吃芒草 很一般的 都是去魚檔 去玩魚腩 肥肥的,看得多漂亮 我去魚檔 我開了四件 今晚兩夫妻吃兩件 明天帶回公司吃 今晚想和大家分享 豉汁 豉汁 豉汁怎樣開呢 派了兩粒蒜頭 洗豆豉 洗一洗 洗一洗 用豆豉醬 一匙 然後還有其他材料 還有其他材料 還有其他材料 還有少許蠔油 少許老抽 少許生抽 少許老抽 放進去 讓味道更和 這段時間 如果吃辣的 可以加少許 紫天椒 或者豆瓣醬 這個豉汁 也可以用來拌排骨 也可以用來蒸魚 我和老婆都一般吃辣的 現在可以加少許酒 現在可以加少許酒 尾巴差不多 差不多 說得到蒸鯉魚 當然有些鯉魚 鯉魚回來 我叫老婆和老婆斬開一件件 一來方便蒸 二來方便做飯盒 這些鯉魚 通常怎樣處理 其實鯉魚很好吃 你見到新鮮 即湯即買即食 也會好一點 但如果早上買 晚上吃 其實肉就已經剩下了 我們一回來 用鹽醃去 大概20分鐘 洗乾淨 一來又披一披 鯉魚的泥味 用鹽醃去 讓它有少許實肉 然後用鹽醃去洗乾淨 洗乾淨 最重要的步驟是 一塊魚 要吸乾水 用鹽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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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它快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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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鹽醃去 做好魚 不要再放鹽醃去 先放鹽醃去 現在放鹽醃去 現在放鹽醃去 現在先放鹽醃去 放鹽醃去 現在放鹽醃去 可以拿去蒸,大約蒸6至8分鐘 蒸了6分鐘後,開割 看看這個味道 在最後的位置剁一剁 剁得入 剁得入就代表可以 然後煮少許熟油 淋少許薑蔥 拿去 平時做這些豉汁 我通常教蒜蓉豆豉醬 我們在外面做豉汁蒸魚 都是差不多的味道 我們可以撒些芋西蔥 上去 煮少許熟油 把豉油淋上去 就可以了 這些蒜蓉豆豉醬 相當之美味 用來蒸蒸蒜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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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蒸鸽鱼 这个菜就完成了 大家有时间的 可以买鸽鱼来蒸一下 不蒸豉汁 蒸姜葱或冬菜 都是好吃的 多谢大家收看